不知道你有摸过这个疑问 2022年还是说亚马逊卖家的好时机吗 自从我2015年开始做电商培训 每一年甚至是每个月 都有人问我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的回答呢都是一样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不然就是永远不会 当然早点开始的卖家 的确会是有优势 但是同样的他们也比较传统 也就是用传统的方式 在经营亚马逊电商 这几年开始出了很多选品软体 做亚马逊电商的卖家周边软体 这些软体都可以帮助新手快速上手 新手打败有经验的卖家 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所以不管是新卖家或是有经验的卖家 一定要每年固定的学习新的知识 现在我们来看看几个数字 这些数字会告诉你 为什么2022年还是做亚马逊卖家的最好时机 这个数字呢是来自Jungle Scale 这边写说62%的亚马逊卖家 说他们的利润在2020年增加了 44%的亚马逊卖家 他们的生意因为疫情的关系比以前还要好 85%的亚马逊卖家说他们是有在赚钱的 这边最重要的就是 64%的亚马逊卖家说他们第一年就有赚到钱 然后新手卖家也就是刚做了一两年的卖家 他们平均每年可以赚42,000美金的利润 还有最近大家可以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通货膨胀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在涨价 不管是产品人工运费 很多人就会紧张自己的亚马逊商店没有利润 但是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你所卖的商品全部涨价 来cover所有的开销 你可以先从5%开始调涨 再逐渐的往上调 我是Ellen ProEllen 我是伯克莱亚马逊的畅销书作者 在美洲亚洲欧洲都有办过演讲 也在Telex演讲过 被美国知名媒体NBC与ABC的电视台 还有台湾的商业周刊采访过 我做总拍电商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在亚马逊成为电商龙头之前 我就已经在网路上开始做生意了 卖超过5000种不同的商品 在各式各样的电商平台上都贩卖过 明白每个平台的优缺点 所以我更能够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在网路上做全球的生意 你就一定要做亚马逊电商 因为有了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平台 许多人可以花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做他们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亚马逊这个公司还是不断在成长中 就看你要不要跟亚马逊一同成长 亚马逊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商业版图 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买家登录 在上面买东西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像大部分人一样 看完这个影片 然后什么都不做 所以你的人生将不会有任何改变 或者你可以当那个1%的人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按下箭头下方的连结 来加入下一节免费线上电商课程 在课程里面我将会一步一步教你 如何找到产品公益商 如何选品 如何开店 如何让亚马逊帮你出货发货 如何测试市场水温 如何优化关键字以及售价 如何做错销等等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花时间找到你的第一商品 让亚马逊去做剩下的事情 像是请商户人手发货出货物流 亚马逊会帮你一条龙的做好这些比较麻烦的事情 而你只需要看你的电脑就可以了 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你只需要学习一部分新的知识 然后运用它 所以不要像其他99%的人 对于自己的不满的现状不做任何改变 当那个1%的人 按下箭头下方的连结 来学习自己盲点以外的知识吧 因为多学点东西对你会有什么损失吗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 你来参加我的课程学了免费的知识 然后发现在不久的将来 你意外的刚好用到这份知识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如果你不按下箭头下方的连结 你不想学新的知识 你非常有可能从此就失去了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也许以后会把这个免费的线上课程 变成付费的课程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失这次的机会的话 赶紧按下箭头下方的连结 来加入免费课程 也许时间快准6个月 你将会是我众多成功案例 其中一位最厉害的学生 我们就在课程里面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